騎重機吊起燒毀的巴士殘骸 消防員在一旁用強力水柱拼命灑水降溫 一旁的油罐車還不停漏油 巴基斯坦當地週一深夜 發生油罐車和巴士相葬事故 包含駕駛在內 至少20人死亡 只有6人幸運生還 都被送往醫院治療 火燒車意外就發生在巴基斯坦東北方 穆爾坦附近的一條高速公路上 當時三輛巴士疑似以高速相互飆車 其中一輛不幸撞上油罐車 當場引發猛烈火勢 頓時使得兩輛巴士陷入活害 等警銷趕到現場時都已經燒省廢鐵 不過這樣離譜的車禍事故 並非第一次發生 由於當地路況不佳 加上司機經常有不當駕駛行為 讓巴基斯坦頻頻傳出致命的交通事故 TVBS新聞做不到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